各位朋友大家好 这次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可以说有两大诡异之处 这两大诡异之处呢 它又反映出当前中共政局是一种非正常的状态 反映中共五中全会两大诡异之处呢 首先它的反映就是北京官媒 它的宣传方面我们就看就非常不正常 五中全会结束之后呢 北京官媒对五中全会的这个宣传是非常的冷清 按照中共的惯例 每次开完这个中央全会之后 都要进行一个宣传热潮 要学习贯彻中央全会精神 可是这一次十九届五中全会结束之后 北京官媒并没有出现这样的宣传热潮 中国各大网站也没有对五中全会进行很积极的宣传 如此冷清的中央全会可以说还是很少见的 北京官媒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宣传冷清啊 也是因为这次五中全会 它的全会公报让人们看了之后不知所云 十九届五中全会 它的全会公报啊 长文就是全文的长达六千二百字 这是十九大之后历次中央全会公报最长的一次 我们看十九届二中全会 它的全文的就是会议全会的公报啊 全文是三千六百字 十九届三中全会全会公报全文是三千四百字 十九届四中全会全会公报全文是五千三百字 十九届五中全会全会的全文 它的公报全文是六千二百字 那么我们看呢 十九届五中全会它的公报可以说是全文最长的 但是它的意思啊是最不知所云 人们普遍看了之后感觉就是好像看了也等于没看 每句话的意思好像是看懂的 整篇文章的意思看不懂 因为这一次五中全会它的公报叫做不知所云 所以呢 北京官媒他要想宣传 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宣传嘛 他也不知道该宣传到底是什么东西应该宣传 今天上午呢 中共中央就举办了首场所谓新闻发布会 多位部级的官员出席来解读这个五中全会精神 但是呢 这些中共高官他出来越解读越解释 人们反而越糊涂 比如呢 美国彭博社记者就问了 中国将采取哪些具体措施 实现科技自立自强推动创新 美国记者问的是北京你要推动科技创新 你要采取什么样的具体的措施 可是北京高官的回答却是让人听了之后不知所云啊 当时科技部部长王志刚他回答说 五中全会在建议中提出坚持创新 在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 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战略支撑 摆在各项规划任务的首位进行专章部署 这是我党编制五年规划建议历史上的第一次 从根本上讲 就是要充分发挥科技创新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关键变量作用 在中华民主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中的支撑 引领作用 那么这个美国记者是问北京时你要推出什么样的 就是推动科技创新的具体措施 可是呢 北京这个科技部长啊 给的回答却是一大堆的大话空话 他没有任何的具体的措施 所以这个问题啊 也反映出来这个五中全会公报啊 就是五中全会公报确实他也是对这个科技创新 这个重要性啊 洋洋洒洒说了一大堆文字 但是具体的说怎么样来推进科技创新 有什么样具体的措施 什么样政策 他什么都没说 其实科技创新的重要性 谁都知道根本不需要中央委员去跑到北京去开会 来讨论这个科技创新的重要性 他们应该讨论的是呢 应该怎么样去推进科技创新的具体的措施 可是这些中央委员讨论了半天 没有拿出任何的具体措施来 你这样去开会不就白开了吗 所以呢这一场中共的这个举行的新闻发布会啊 事实上也反映出来 这个五中全会的两个诡异之处 第一个诡异之处啊 就是在当前他们就说提出来当前形势很严峻 却没有给出任何应对严峻形势的措施 习近平在报告中说啊 现在中国面临百年未见之大变局 那么既然直接要出现这么大的变化 这么大的变局 那按道理说中国应该有一个应对的就是办法 就是怎么样来应对这个变化 这个变局 对于一个执政者来说 如果他说啊出现了百年之未见大变局 那么他就应该提出什么的对应措施吗 如果你什么应对措施都没有 当然就是一个很诡异的事情 所以说我们其实按照比较简单的逻辑推论呢 既然在这次会上提出了所谓 现在中国面临百年未见之大变局这么一个话题 那么参加会议的人肯定就要讨论一下嘛 他们就应该说讨论一下 我们采取什么办法来应对这个百年未见之大变局 这样的讨论是必然的 也是必要的 不可能你只提出问题 什么讨论都没有 那么对于这一次可以说是统治中国最高级别的 这些中共中央委员们 他们讨论了半天 就是说百年中国之大变局 为什么我们就没有看到他们拿出什么具体的措施来呢 所以说呢 这一次不是说他们没有讨论 应该说他们在会上应该就讨论了 这个怎样来应对这个百年之未见大变局 但是呢 有两种意见是相对立 谁也收获不了谁 谁也压不住谁 最后他们就无法达成共识 所以呢 到了最后的中共他要发表这个全会公报时候 他也不能说说是会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无法达成共识 所以他只能就不提这件事情 于是呢就出现这样一个诡异情况 就是虽然他提出当前国际形势很严峻 但是又没有任何的具体的应对措施 那么对于北京来说啊 当前所谓国际形势严峻 其实就是应对美国这个全方位打压嘛 就是怎么样对抗美国 这是一个他们的首要问题 那么对于和美国怎么打交道 无非就是左的道路和右的道路两条道路了 左的道路呢就是和美国彻底对抗 又要像抗美援朝那样 不惜一切代价和美国斗到底 我们在五中全会召开前三天 就是10月23号 当时呢北京就高调的举办了一个 抗美援朝70周年纪念大会 习近平在讲话中啊 对美国是放狠话 他强调要用抗美援朝精神来抗美 习近平说啊 中国人民不惹事也不怕事 任何困难和风险面前 腿肚子不会抖 腰杆子不会弯 人们看到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 这么可以说盛气凌人的 对美国做一个宣战式的讲话 人们就联想到啊 在三天之后这个五中全会上 那么中共啊中央就会应该按照习近平的想法 他就会出台一系列和美国进行对抗的措施 就是说呢 如果按照当时习近平的想法呢 这次五中全会上应该说宣布中共要走左的道路 要和美国强硬对抗 但是五中全会公报出来之后 人们一看里面根本就没有提到 中国怎么样和美国对抗的问题 更没有提到什么抗美援朝精神 也就是说呢 这次的五中全会公报完全没有反映出来 习近平想搞那个左的那个抗美的路线 这也就说明啊 习近平提出这个抗美援朝这个强硬的和美国对抗的路线呢 在会上遭到很多人的反对 所以呢 习近平他的这个左的抗美援朝这个路线啊 就没有能够写到这个全会公报里面去 那么另外一条右的路线就是和美国要和解 要和美国妥协 就是对美国妥协让步 和美国达成一个协议这样的一个 和美国就是搞和平的这么一种路线 这个路线呢 似乎啊 是占了一些上风 我们就看一下今天上午 是中共中央举行的这个首场新闻发布会 北京高官呢 对中美关系这个问题的回答 可以说是分的耐人询问 日本的朝日新闻记者问呢 在中美对立的严峻情况下 中美经济存在脱钩的可能性 中国如何实现2035年的远景目标 日本记者这个问题呀 虽然他只是提到中美经济脱钩问题 但是整个问题 他其实是涉及到中美关系 就是说要中国这个高官回答 中美关系他们什么样的方式政策 那么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呢 其实可以有左和右两个回答方式 左的回答呢 就是像习近平在抗美援朝大会上说的那样 说中国人不怕事 不惹事也不怕事 在任何困难面前 我们都是腿肚子不会抖 腰杆子不会弯 我们是绝不会让步的 中国不怕中美脱钩 离开美国 中国照样可以实现2035年的远景目标 但如果是用右的回答呢 就是说中国不希望中美脱钩 中国希望和美国改善关系 希望合作共赢 那么这次 北京高官对这个中美关系这个问题回答 他既不是左的回答 也不是右的回答 他是可以说是站在中间的一个中间回答 但是偏向右 北京的高官他既没有说 中国不怕中美脱钩这样的很左的话 他也没有说 中国不希望中美脱钩这样很右的话 他而是说呢 中美不会脱钩 中美脱钩对谁都没好处 当时中央财经办副主任韩秀文 他就这样说 在地球村越来越小的当今时代 中美作为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 两国间的经济联系是由双方经济结构的互补性和全球经济的开放性所决定的 这里脱钩根本不现实 对于中美两国来说 对于整个世界来说也都没有好处 那么北京高官对中美关系这个回答 可以说不左不右 也就反映出这一次这个五中全会上 左派也没赢右派也没赢 双方打成一个僵局 打成一个拉锯战 不过这里需要补充几句啊 是北京高官把中美脱钩问题和好处联系到一起 这样的说法是很荒谬的 因为在美国讨论中美脱钩的问题 从来没有建立在说好处这个概念的基础上 美国人从来没有说 就是中国美国和中国脱钩之后 他们可以赚更多的钱 可以得到更多的好处 美国他们提出中美脱钩 他是为了孤立和遏制中国的发展 因为现在美国人认为 中国的发展是会威胁到美国的生存 会威胁到美国人的自由人权 这些基本的价值观 这其实和当年美国和苏联的对抗 打冷战情况是一样的 如果有人说 美国和苏联打冷战对谁都没好处 这样的说法肯定是很荒谬啊 因为当时美国和苏联 他们从来打冷战都没有说 要考虑到这个所谓经济问题 如果你要说经济问题 就是说从好处 从钱的问题来说 那当然美国和苏联搞贵抗的话 在经济上对谁都没好处 但是呢 美国和苏联也没有说 因为在经济上没有什么好处 经济上不合算 就放弃打冷战 美国苏联打冷战 他的目的本来也就不是为了赚钱 而是为了争夺这个世界的控制权 是美国为首的民主国家控制这个世界呢 还是以苏联为首的独裁国家控制这个世界 在现在的美国人看来呢 他们打压中国和中国脱钩 这些事情都是为了争夺 谁来控制这个世界的控制权的问题 并不是什么能够赚多少钱的 这个赚钱的好处问题 所以呢 北京的官员把中美脱钩问题 说成是对谁有没有好处的问题 这样的说法应该是非常荒谬的 其实呢 北京高官回答这个问题之后 他其实可能也知道这个回答是荒谬的 但是他也只能这样回答 因为他也不能用左的答案 说中国不怕脱钩 他也不能用右的答案 说中国不希望脱钩 所以呢 他也只好用这样一个荒谬的答案来应对 应付一下 那五中全会的第二个诡异之处呢 就是习近平亲自担任组长 亲自主持制定一个2035远景规划的建议 按照道理说呢 习近平在2022年就应该退休嘛 那么2022年之后的事情和习近平就没关系了 他不应该那么关心2022年之后的事情 这一次习近平亲自当组长 亲自来主持制定这个2035远景规划建议 也就反映出习近平至少他好像要干到2035年嘛 就等于就成了终身制了嘛 在今天上午中共中央举办的这个新闻发布会上呢 对这个问题他是这样说的 首先规划建议是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领导下制定的 今年3月成立了文件起草组 由习近平总书记担任组长 李克强 王沪宁 韩正同志担任副组长 习近平总书记亲力亲为 多次到地方和基层深入调研 亲自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和建议 多次亲自修改审定文件稿 进行战略谋划 请住了大量新学 确保了规划建议稿的起草得以高质量完成 这也就是说呢 习近平这次亲自担任这个所谓规划建议的文件起草组织组长 而且他还多次亲自要修改审定这个文件稿 说他请住了大量新学 那也由此可见呢 习近平对这个事情非常的重视 因为他要把这个2035这个远景规划 作为他的一个搞终身制的一个突破口 但是呢这一次五中全会公报当中啊 就没有对习近平的终身制问题 有任何可以说有关联性的文字 我们可以对比一下 当时2018年1月份的中共19届二中全会的公报 他公报是这样说的 全会强调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 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 是党和国家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 首先呢这个中央全会的公报 去把习近平思想吹捧成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 还特别强调说啊 习近平思想是党和国家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 这个长期坚持四个字就意味着习近平要搞终身制嘛 就是等于说为习近平终身制做铺垫 但是这一次的五中全会的公报 就没有出现这样把习近平和终身制相关联起来的文字 按照习近平他的想法来说 他肯定希望这一次五中全会像二中全会的公报那样 把他吹捧成21世纪的马克思 还要暗示他要长期领导中共 也就是要为他今后搞终身制来做一个伏笔 那显然说这一次的五中全会 习近平没有能够如愿以偿 习近平虽然花了那么大的力气 亲自主持制定这个2035远景规划 但是呢 他就是想把这个远景规划 作为他推行终身制的一个突破口嘛 但是习近平在会上呢 显然没有拿到他想要的东西 他费了很大的力气搞这个2035远景规划 好像也是白搞了嘛 因为如果习近平不连任的话 他在2022年退休的话 这个2035年的远景规划和习近平 也就没关系了 所以他费那么大的禁区搞 也是白搞的 那么我们看这一次五中全会 就有两个古异之处 一个古异之处啊 就习近平在五中全会之前 他大搞什么抗美援朝纪念活动 对美国大放肯化 但是五中全会的这个全会公报当中 没有任何反映出对美国强硬的文字 这也就是说呢 习近平和美国的强硬路线 他的一个抗美援朝这个强硬态度呢 并没有得到中央委员们的认可 第二个古异之处啊 就是习近平亲自担任组长 他搞了一个2035年这个远景规划建议 他就想啊 把这个东西啊 和他的终身制挂上钩 但是这一次的五中全会公报当中啊 这个2035远景规划和习近平没有任何 就是他的终身制啊没有任何的关联 所以也就是说呢 习近平搞终身制这个想法呢 也没有得到中央委员们的认同或者认可 从这两个古异之处就可以看出来呢 习近平这次在五中全会上 是没有能够如愿的 甚至是相当的不如愿的 好 今天先说到这里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观看我们的频道 希望今后继续得到朋友们的支持和帮助 明天见